192. 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 飛袋妖 強非安行李爆炸機倉無損 2015年7月27日國際新聞 英國倫敦26日信 恐怖分子經常以炸毀航機作為恐襲行動目標,為針對航機上行李安全問題 歐盟委員會贊助研發一款以號稱 經世上最強纖維的克維拉Kevler為原料的飛袋 一旦套在行李上而內裏炸彈爆炸、行李中市炸毀 航機亦可思毫無損 克維拉常用於防彈背心、軍方鋼盔等 該款名為飛袋、Flybag 的裝置 有四層組織、具有輕身、強硬等特性 萬一機場保安員走漏眼 有人成功把炸彈帶到航機上 飛袋都能吸收因爆炸而引起的衝擊波和碎片 保住飛行中的航機安全 能抵禦高壓爆發衝擊波防爆防火的飛袋外表漢似平平無奇 但它能抵受因高壓爆發所引起 高達時速2萬里的衝擊波 又要能經得起瑟士3千度的火球消灼 研發機構在英國格洛斯特郡的機場 以一架舊噴射機做實驗 顯示用飛袋套駐的行李即使爆炸 飛袋本身和航機及C號無損 自從911恐襲後 全球各地都致力提高航空安全 機場保安熱日見嚴格 彈度高一尺 魔高一像 恐怖主義分子總是千方百計想炸毀航機 這款炸彈袋的誕生 對加強飛行有實際幫助 據悉 意大利的Meridianus全球第一間 對這款發明表示有興趣的航空公司 分號 為何會降伏 電所要通常會降伏 4天